臣痛的说出一线消防员在险峻的环境下进行抢救工作不幸殉职后 总是被以装备不足等理由搪塞 始终无法更进一步厘清殉职原因 10月初台中大雅违建工厂大火 意外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也再次掀起消防员以及民众 对于消防法修法的关注 14号将进行党团协商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在立法院群星楼前发起静坐 要求各党团正视消防员新生 10月14号的下午一点 四大党团就会在立法院召开消防法的党团协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时5月3号 消防署并没有突袭的提出建议修正条文 卡住这个法案的话 消防法三权早就已经过了 不会等到10月等到有同仁殉职之后 才又继续修法这件事情发生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修订消防法 要建立消防员的生命三权 包括退避权 消防员经专业评估后 可选择拒绝高风险方式进行救灾 资讯权厂方有必要揭露现场空间 与危险物品分布等重要讯息 为旅行者可处以150万元罚还 调查权发生消防员重大死伤案件 必须开放专家与基层消防员团体参与调查 让真相透明 我们希望透过这场静坐活动 我们希望四大团团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场修法里面 到底面临行政机关多大的刁难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会站在这边 就是对我们的中央直属的消防署 还有内政务 我们投下我们最不信任的那一票 不能只查火灾 也不能没有基层参与 我们的诉求就这么简单 白色布条上写着近年来 因供殉职的消防员名单 也凸显了消防人员的工作 时常曝露在危险下 因此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更希望 在消防法的修正下 这些殉职事件能不再发生 原事新闻人士许家荣 台北市采访报导